儿童的启蒙同时也是教育的本质 所谓佛教 正解应该是佛的教法在人间的运用 末法的特征就是一般人对法没有正解 没有正解就不可能有正知正解 因此佛教可能就有偏差 也就是说他运用了人间的价值观来应用佛法 他说这个没有错 孩子们他们其实是我们这个社会 简单的讲就是明天或者未来的希望 这个孩子 所以如何能够提供孩子好的教育 尤其是佛法的教育给他们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他说 可是因为佛法很深奥 佛法很深 佛法很深广 那你要交给小朋友这个佛法 不能就是禁止于就是好像就是那个 交给大人的这样 你必须要在各个知识层面 就是在各个知识的层面上 然后引导他们慢慢慢慢的去了解这个佛法 可以去把佛法等于是 是是 融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 曾前仙纳法师说 佛陀讲述从母亲 从十月怀胎 生产养育的种种辛苦 藉此让孩子们体会家长的辛劳 进而培养知恩感恩 报恩之心 成为善体轻易的儿女 可以了解 弥陀净土之庄严书圣 及观世音菩萨之圣德 更可以启发根本 自并于平时自立立他 至于其他大圣经典 则可是儿童之姻缘再增加 十方新闻 王天的诚意上 高雄采摩道